这也是薄荷有蘑菇,我是薄荷 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怀孕的时候 我们去看了营养科的那些事 很多孕妇可能都会有妊娠反应 特别是在孕早期的时候 就是恶心,想吐 小蘑菇的孕成反应没有那么严重 它只是有点恶心,胃口不好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体重下降了 这就让我和她都非常的紧张 于是我们就想起了一句老话 怀孕了嘛,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于是我们就放开了肚子尽量的吃 结果那就是超重了嘛 一个星期涨了将近两斤 这个很吓人啊 因为按照一般规律来说 一周就是涨300克到500克 500克 于是我们就这个问题问了医生怎么办 医生告诉我们 你们应该去一趟营养科 华西妇产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 给了我们这样一份孕妻营养管理报告 本来这份报告我想分享给大家的 但是我在翻阅它的时候发现 最底下有一行字 该食谱版权属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临床管理科 也就是说它有版权保护不能分享 更重要的是后面这一句 仅适用于子孕妇现阶段营养需求 这可是一份处方 并不适用于所有人 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这一份膳食处方当中看到一些特点吧 第一就是吃的特别杂 它要求吃的是杂粮馒头或者是杂米饭 而它的蔬菜也不限于是绿叶 包括了其他的根茎 果实以及菌类 其中还包括了坚果 牛奶 这些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可能没有那么日常的一些食材 第二 没有肥肉 这个食谱当中所说到的肉 要么是筋瘦肉 要么就是去皮 鸡鸭 或者是鱼肉 牛肉 这样含脂肪量比较低的 包括鱼虾 也都是去头的 大家知道鱼的头 大部分是脂肪 甚至在最底下有一个备注是不要喝浓肉汤 那实际上浓肉汤最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脂肪 不要喝浓肉汤 显然就是让我们不要去过多的摄入动物脂肪 之后我们就按照营养科精神的要求进行饮食 来看一组图片 我们是这样吃的 两个月之后呢 我们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现象 我的体重上升了 更可怕的是 我们的确做到了长胎不长肉 但是这个胎的确是长太多了 本来33周的胎儿 居然长到了35周的大小 我们也并没有特别多的去吃那些零食 应该就是在正餐上出了问题 于是我就把正餐的所有食材 一个一个老老实实的放到身上去撑 这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高估自己了 之前我都是估计着差不多 但是其实这不行 必须得用称称 200克的肉真的很少 只够炒一小盘 300克的蔬菜也没有多少 炒出来真的就吃一小盘 米饭呢就更不用说了 150克的米煮出来 不能两个人吃 每个人就真是这么大一碗 好消息是照着这个方式吃了一个月之后 我的体重开始缓慢的下降了 而小蘑菇的体重呢 增长的速度是正常的 小宝宝检查报告的所有数值呢 也趋近于正常胎儿的数值了 这充分的说明了啊 看营养科不仅要看 而且得真的照他说的去做 在看了营养科之后 最重要的一项收获 肯定是我们的饮食变得更健康了 那医疗之外的还有一个收获 那就是变得节约了 这个节约呢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就是食材节约了 每一餐我们几乎都是空盘 节约了食材 就是节约了我们的经济支出 另外一方面的节约 就是节约了时间和精力 以前在赛场和厨房 其实是由着自己性子来的 但是往往结果就是 买了很多东西 自己不会吃 然后最后扔掉了 而现在呢就会非常清晰 自己要买什么 自己要吃什么 基本上每一餐做饭的时间呢 可以控制在40分钟左右 这样的话真的是大大的 节约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 再有一点呢 就是营养科的医生 可能不会那么强调告诉你呢 虽然他一定会告诉你 所有的食材的重量一定要准确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没有那么习惯 用一个秤去称食材嘛 所以大部分人可能都是估计着做 而估计着做 很有可能就是超 这一点呢 也在食品当中是强调第二次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真的要用秤去称啊 再来就是膳食处房当中呢 让我们不要吃过多的动物脂肪 但有一次小蘑菇告诉我说 他想吃红烧肉 最后我们还是吃了红烧肉啊 这种深度烹饪的食物呢 其实他营养价值也低一些 所以说呢 这些东西是营养科医生 不太建议我们吃的 但是这些东西呢 有的时候就是想吃嘛 有的时候听从一下 自己内心的声音 吃了之后我们很开心 然后身体也没有特别 什么不好的反应 那我觉得吃那么一两餐 其实影响也不会很大的 总之呢 看营养科的医生在孕期 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 关于怎么吃 其实是一个非常私人的事情 最终的决定权 还是在孕妈妈那里 那怎么吃能够让你好 让你的宝宝好 这个还是要你自己去决定的 我们这些视频分享了 我们的一些感受 和我们的一些收获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